Hello 大家好 這隻PDC G-Pocket 已經可以下載了 如果大家想玩的話記得去到Google Play 下載 然後它亦有最新的活動 今天就來看看最新的活動 在這個通知欄有寫到一些活動 你們有興趣可以看看有什麼活動 最新的就是這個拉普拉斯 貝貝龍 EX 掉落的活動 它就說在這個單人對戰魔性可以獲得特典卡包系列1 算不算厲害呢?其實很普通 老實說很普通 但是都可以打一打的 OK 那我們來試一試 它有分初級的都OK的 因為它有一些獎勵可以拿 包括一些可以開卡包的道具 那我們來試一下 打水其實最好是雷 剛好我這個帳戶也是以雷為主 所以基本上應該沒有什麼難度 那我們來試一試 應該就不算很難打的 我猜 好 來 口供 好 那你見到它的卡包 它的卡套其實就是現在活動有出的卡套 都OK的 好 那其實 有有比加超嗎?沒有看過 比加超基本上是必要的 然後放小瓷怪 再加海膽 其實或者是調轉也可以 好 那對手一尼已經是貝貝龍了 好 那你見到它的桌布其實也是貝貝怪的桌布 一樣都是今期才會出的 對面的備戰區已經放了 他都不可以撿輸 順益獸 我看看還有沒有哪隻雷系適合放上去 又可以用道具 哪隻雷系 有這隻比加超 這樣的話可能用 或者一間先放也可以 不急 不急 對面現在第一回合可以打人 他這個技能就是 加3的水能量就可以加70點傷害 其實都有點難用 好 那這裡抽不到厲害的雷 就放這隻電擊獸 然後基本上就可以派 馬上一招就可以掃住 因為雷系適合對面 基本上沒有什麼難度 但如果你起手是玩噴火龍的話 可能就有點麻煩 不過不要緊的 你也可以用一些 他送的一些牌組 租借牌組 那下一回合 下一個難度我可以試一下 對面其實都已經打我完全不痛 也有機會因為 是普通難度的原因 這裡我們給電擊獸 作為第二個專力 第二個戰力 如果比加超死亡的話 現在只差一隻 基本上是很簡單 全部瞄著 對面打不到 基本上就可以完結這個戰鬥 按了自動 OK 那就結束了這個挑戰 看看他拿到什麼 這裡是不是有卡包可以開 這些就是任務 首次通關有兩個沙漏 兩個沙漏 兩個沙漏 其實有點少 他還沒可以打 開放了中級 然後我試玩一下租借這牌組 他也有寫租借什麼 我記得要很差 我覺得這個很差 不要去拿一個 挖晚點 不要自然 最好用這個 不過你要有一張 比加超EX 才可以送到這個牌組 那我們試一下用這個租借牌組 開始玩 基本上租借牌組 其實也很不極 但就是普普通通 基本 基本 基本的 一來送兩隻進化給我 第一場會馬上輸嗎 我們是先還是後 我們是後 如果是後的話我們可以打他20滴血 真的可以打他40滴血 可以的 等一會抽到一隻 這隻可以進化 這隻可以進化 抽到好東西 對 抽不到比加超 老實說 之後我們就 升鰻魚 因為我身上都沒有什麼厲害 有這隻可以進化給他 非常好 進化給他 這個也先進化 然後直接進化 然後電球 暫時來說都是瞄準 這個難度應該 我看他的重也不是特別厲害 如果他這隻 毒菊魚會進化 那就比較難打 但他沒有 放那隻蚊香科兜上來 對 你看到他已經進化了這隻 不知道為什麼他不換了這隻上來 可能是為了打我 打我這個 雷電球 所以讓我想把他拿去 可以進化 我們可以進化 這隻成績 這隻佈允 這裡可以進化 這隻其實不夠 放上去 先把牌放吧,其實沒所謂 因為沒有牌在手,基本上放些人上去 卡一下場面也好 基本上這裡,一下打就不會是金魚王 他中了,不要緊 這裡可以直接上去 基本上沒什麼特別的作用,就算抽到什麼新牌 因為現在我們需要的能量 這隻也沒什麼作用 下一回合,如果他處理不到鰻魚王,我們就贏了 這一場 還要反面,基本上對面輸了 試玩完租借的牌組其實都還可以 對面的實力也不太強 就是他的牌組不會比 現在這隻遊戲的單人任務 他的電腦有些牌很厲害 但這個就相對地簡單 中級到 我想他應該會在最高難度設定 基本上出了這個高級 他的任務是什麼 機率報酬 機率報酬 獲得勝利次數達5次 其實他要多打幾次 以限定精靈卡稀有度為3顆 3顆星為牌組成 14回合內獲勝 完全未讓對手得分,情況下勝出 可以的 可以試一試 最好都是用雷 雷是比較麻煩一點的 就是這個比加超牌組的缺點 就是他的傷害有點低 傷害有點低 還有第二樣東西就是 他基本上是一定要 第二回合才打人 然後如果你卡牌組 抽不到比加超 那就基本上完 這裡有點麻煩了 這裡有點麻煩 卡牌組 這裡已經 希望一會抽到比加超 或者抽一隻女衣貝 那不就麻煩了 對面現在已經強了 派EX出來 EX其實 我覺得 剛才一開始都說了 這張卡不算特別厲害 但是如果他配合 小夏的那張卡 他就有點難處理 就是比加超來了 比加超來了 那我們就可以放比加超上去 然後我們把精靈頭丟出去 好 雖然是這樣 其實我們都是需要放一隻雷寵上去 因為E貝他不是雷寵 如果比加超上到長的話 他打的輸出就少了一點 但是沒有雷寵 沒有雷寵 那麼麻煩了 進化了這個三口一 他這個特性就可以 充能一顆的能量 我們可以用這隻 速度強化的藥水 再換 比加超上場 現在是打60 60傷害 60加20的弱點就是80 希望對手拿不到分的情況下 我打也會贏他 基本上 很幸運 對面沒有做任何的輸出 對手拿不到 這裡就可以打死他了 因為EX牌 所以這次的得分 是得分兩分 你看到都相對簡單 對面這個牌其實也不算厲害 老實說真的 好 差不多雷寵貝 那就沒辦法了 沒辦法的話 我們 抽個充能 以防萬一 能量給伊貝 接著這裡就直接打 如果這裡抽雷寵貝的話 他這回合就死了 藥水加20血 沒什麼意思 這個加血已經 可以結束了 這場 可以結束了 這場 今天看看能不能抽到卡包 雖然我覺得卡包也沒什麼特別 單純是為了打一些任務獎勵 那些沙漏 或者任務獎勵 OK 你看到他要贏五次 即是說你至少也要打五次 沒有卡包 沒有卡包 還有一個精英 這個精英好像有點難打 這個精英是12回合內莫勝 基本上是不難的 獲得勝利廁所達十次 OK 要不斷打不斷打不斷打 都可以的 如果是140血 其實都是雷超 比加超 都是比加超 都是比加超 所以其實這個遊戲最好 都是 可以抽到一些不同屬性的卡牌 以防萬一 對面如果出一些 例如官方出一些 屬性 可能是 惡屬性 那你就要組一些格鬥系 那這場就比較麻煩 因為不能抽到比加超 但是也可以照放 對面一來也是 背背龍 2X OK 博士的研究 這兩張一定要有 博士的研究和精靈球 可以抽到 比加超出來了 這樣就很慢很多了 這裡 有沒有雷重 OK 兩隻雷重 可以接受 但是比較麻煩一點就是 如果我要用比加超上場 我一定要 那顆的能量 來撤退 我想想一下 這裡比一比 給他打40 給他先 給他 小霞來了 如果他抽到 可惜 因為這張小霞的卡 只要他一路抽到 正面的硬幣 就可以一直 添加這個水能量 很可惜他加不了 好 好 抽不到什麼好牌 我們唯有 把他進化做 進化做這個 砰 有些牌可以留住 不用急著放 如果你是歐洲人的話 用這個小霞的卡牌 其實挺適合的 但如果你是非洲人 那就不太適合了 對面不適 就是用兩個 來換一隻 換走 拉普拉斯 無法使用支援 自己的卡 這麼瘋 這樣來吧 這個速度強化 基本上我們現在可以 給能量給比加超 然後後排也可以 放多一隻比加超 現在就有三隻雷系 基本上都是靠 就是 幫他打傷害 好 140血對我們的牌組來說 其實算高 因為我們最高能夠打出的傷害 只是90 就算約屬性 都是180 基本上就是這副牌組的弱點 但它的好處就是 基本上沒有什麼卡牌的情況 好少可會卡牌 這裡就可以直接 其實可以直接打了先 不急著援 可以直接打了先 現在只需要多打他一隻 這時候 基本上就完場了 對面的牌組 的確有點弱勢 你看對面已經卡牌了 好 這樣就完結了 所以其實這個卡牌厲害不厲害呢 你看電腦玩你就知道厲害不厲害 有相同的卡片 即是有相同的卡牌存在的話 這隻貝貝龍基本上沒有什麼作用 我記得有其他卡牌厲害 我去這一隻 拿到這個卡包了 我們可以開來看看 非常幸運 好 先 先 四個難度打了 基本上沒有什麼難度 對我這個牌組來說 但如果你沒有雷寵的話 可能有點難 譬如你 你的 你的牌組可能只有火 基本上就肯定要租借了 不能不租 就算是馬志士那副你也要租 不租借了 那我來看看這個牌組 我們來看看這個牌組 你打完它之後 它會可以給你看 基本上它的牌組 其實就不算特別厲害 首先你可以看到 它的牌組幾乎有十張的道具和支援牌 二四六八十 十張支援牌 還有十隻精靈 它還有很多鋪牌 你看到 其實我一開始都說過 這隻的背背龍 不算特別強 因為它要三顆能量才打80 其實就不算特別厲害 在同樣的能量下 其實 寶石海星會比較強 但是寶石海星始終要進化 但是 理論上應該不會是卡牌組 我覺得這副 不過當然有例外 如果這隻遊戲 就是卡牌組的話 其實就已經很難玩了 另外的就是 它的小霞其實只有一張 如果它小霞一張 它不能抽到水能量的話 基本上就已經完結了 OK 講完牌組之後 我們來看看我的任務 禮物盒 是不是真的有任務包 對 單人對戰的對戰報酬 我們領取一下 然後怎樣開發 它已經可以直接開了 有這個泡沫卡 你看到它右下角 有一個精靈球的樣子 其實這張就代表 是一張泡沫卡的東西 你可以按走它 抽一包嗎 不是吧 抽一包嗎 OK 所以其實這隻貝貝龍都比較難拿 我們先看看 看一看 有些難抽 老實說 這包的貝貝龍裡面 就有五張牌 一張就是猴子 一張就是斑哈碟 一張就是比加超 一張就是皮皮 基本上 這五張牌都好像很少用 這五張其實都很少用 火箱可能會有人用 皮皮應該未必有人用 這條影片真的玩了這麼多 大家有興趣的話 記得去打 還有還未訂閱的記得訂閱 下次再見 拜拜